刹那时光 作者 美 丁清松 译者 三毛 刹那时光 前言 有些时候 在我们的一生里 常会出现某些闪烁有若纯金一般的时刻 任何事情看上去是那么的优美 整个的世界散发着光芒 如果 如果我们能够将时间 就注留在那一煞间将它凝冻起来 这个世界必然有如天堂 当生命中出现了这种不期而遇的特殊时刻时 我大半一开始就有了预感 虽然出身在那么巨大的欢乐里 我总意识到 这一切 即使是快乐 其实已在发生的开始走向必然的结束 经过这些进入生命中的人 时间 地方的串联 我的日子 如同魔幻般的进入了一场特殊的旅程 这一场又一场人生之旅 有时注留好几个月或者更长的几年 又有时 也可能在短如叹息的刹那 一闪而逝 无论那时光是长是短 这一切总要过去的 去到回忆的深处 如果那曾经是一场美丽的旅程 回想起来时 总有一丝怅然和不舍 那种滋味 永远交织着相聚时的欢乐和分离时的疼痛 这些美和疼 是内心最深沉的一部分 也因为有了他们 方才成就了我的生命 我的家 六岁时的我 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爸爸 哥哥 我和爱犬 出座修饰时 与弟弟的合照 1967年夏天在墨西哥 他们面露忧愁 不知在想些什么 充满渴望的目光 一对幸福的母子 笑容满面 热情的墨西哥少年 爱拉村的乔安娜和他的子子 再蓝宇 再清泉 回到圣地亚哥 初识泰丽 西斯哥 我们结伴来到海滩边的餐馆 泰丽 西斯哥和我并肩坐在广场的喷泉旁 在窗前等待的西斯哥 西斯哥和同村的人 在地华那和一位小弟聊天 在小旅馆结实的新朋友西威亚 真纯的眼睛 穷人之家 的孩子 我的画 画风受到了墨西哥的影响 我笔下的墨西哥人 我心目中的耶稣 最后